大家好,歡迎來到2K的視頻 今天我又接觸了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我要回到2K10重建木狼史上最難的球隊 真的最難的 因為他們09-10賽季是15勝67賦 和91-92賽季一樣是並列隊史最差的 看看這個陣容 我們看到L Jefferson 作為球賽得到KG的籌碼 他就來到木狼 其實84總評在2K10就算高 另外我們看到當年的新手是Johnny Blim 他是6號籤 7號籤的話大家都知道是誰 之前我們也做過視頻 居里7號籤只有69總評 Johnny Blim有74總評,應該是不頑 然後我們看到二年級新的K粒 上賽季的數據是11.1分9.1個版 現在我看到K粒 再想起現實裡面的K粒 真的時光變遷得很快 現在K粒好像不想打球 說回來 2K10的K粒 潛力還有多少 看看 這裡好像沒有寫潛力 沒錯,這幾項數據沒有說潛力 應該不會太低 但是我會不會保持低它 暫時不知道 還看到比利華 看到高美斯 高美斯後面好像有騎士打球 嘩,總評真的很低 本身2K10的總評就很低 再看這些球員 真的可以解釋到為什麼他們是15勝67負 我之前都說過 2K9和2K10的交易系統是不完善的 所以比起現在的遊戲 或者說2K8、2K7這兩本遊戲來說 交易的難度是會加大 這個其實也是我一直比較抗拒 用2K9和2K10做視頻的原因 你們可能不知道吧 而且我記得在自由球員市場簽名升 不是那麼容易 不像現在那麼容易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重建這裡 史上最難的木狼隊 開始交易之前 首先我們看到AI在自由球員市場 當然要開一份中產的合同給他 給一個手法的角色給他 他也接受了 以前的遊戲是沒有隱藏的規則 最近簽了規則 但是我還希望這個交易的過程可以更加清晰 所以跟現在的視頻一樣 我會分開幾個階段交易 所以AI之後會不會留在球隊裡面 我也不知道 接下來我已經模擬到了1月份 已經進行了38場比賽 我們就贏了13場 暫時是排名分區第13 這個其實很正常 剛剛也說過 2K10這個交易系統不算完善 所以我們比較依賴這個Trading Block 這邊我看到沙城帝王這個報價 說真的 是有一點點意外 他們是送出當年的4號籤 就是艾雲絲 雖然看到左邊這個四邊型 Potential這一欄好像不是太尖 但是之前居里是7號籤 最後都可以打出來了 4號籤的艾雲絲 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雖然艾巴神的總評比較高 但是已經是34歲的老將 其實現在我們處於重建中的狀態 換些年輕人其實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這單交易我會接受的 接著說隔了一個星期 我是把比利華擺上了交易的貨價 為什麼呢 因為看看他明年是球隊選項 如果要續約要給他370萬 其實以前的遊戲的話 370萬真的不低 這邊看到托邦有報價 他突然送出Ludy Fernandez 之前我都提過一下 這位球員又射得3分 又坐得西班牙的Shooting Guard 應該小前鋒這個位置都可以打得 他的合同很明顯就低很多 其實總評的話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這單交易我覺得是做得過的 接著的話我會嘗試做這一單的交易 現在就沒有了這個交易尋找器 有很多的交易都是要自己摸索的 其實我們看對了阿提斯這份合同 他80的總評 拿500萬拿600萬我覺得是比較低的 其實我還打算可以騰出這個新金空間去簽些巨星 所以他這份合同是可以留下的 加上阿多莫里神 說實話莫里神是2006年的第三順位 現在的話 即是不要說現實的E 就說遊戲的E加都已經拿1.3分的數據 說他第一個賽季 在這個3R還有11.8分的長均得分 但是07-08賽季是沒有記錄的 是不是受傷 我當年都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對他的髮型比較有印象 也是長髮飄飄的 我們這三位球員價值都不是太高 就這樣的話 胡仁這邊橫架想要我們今年的選手權 想要我們今年的首輪籤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以前的話不可以導入選手的名單 全部都是假人 今年的選手權 雖然說我們現在的順位是分區第13 但是我覺得這個選手權是可以給他 我也是不喜歡選擇假人 所以阿提斯會來到我們球隊裡 其實交易換來阿提斯之後 我們這個賽季所有的交易工作 就已經是記錄了 因為你看到很多球員他們的合同明年就到期了 就算明年未到期都好 明年都是這個球隊選項 這個賽季的話 我們提早就續約了這個LJB 也有考慮過交易走Klove 但是的話暫時就先保持 等到下個賽季開始的時候 就看看他的總評有沒有上升 其實現在的話 我們已經留下了足夠的cap room 去到這個自由球員市場去簽名聲 當然我都說過了 而K10的話就不太容易 現在球隊的戰績是多少 我先看看 18勝33負的暫時判明 這個分區第13 其實這個賽季的話就沒有所謂 過度一下而已 最後就是第一個賽季結束 拿邦詹姆是MVP Johnny Flame 是最佳新手的 我希望明年他的總評是有上將 長均13.1分 7.8個助攻 4乘4的標高 你現在看以前的遊戲 就沒有那麼多球員 最有進步球員 原來是給了讚勞比 這個會有一點點意外 最佳教練的話 是給了布魯士教練 最佳陣容的話 嘩 艾爾謝巴神一陣 長均20.2分 12.68 不錯的 作為我們的當家巨星 不錯不錯 入到一陣 我們今年的戰爭 不要理他 反正的話 就12-13左右 是打不到球員賽的 看回我們的球員 這個賽季的數據 首先我們看看K-LUB 其實主要關注年輕人 K-LUB我定的指標 如果下個賽季開始的時候 你的總評沒有76的話 我應該會交易走你 這個賽季長均9.8分 11.1個版 Fill Goal是4x1 3分都有射 另外艾爾茵斯 當年的最佳新手 這個賽季的數據 長均14.1分 3個助攻 3個藍版 他的Fill Goal是4x4 3分來說 3x5這個Fill Goal 說回以前的話 好像是OK的 就這樣 就關注這幾個年輕人 提斯的話 後來才理 他都有長均19分 得分 沒問題 這個國有賽 與我們無關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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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看到最後進入到Final 是馬翅和波賽 馬翅這邊是4x1 擊敗了波賽 最後的FMVP 是給了鄧肯 鄧肯 未來還是你的 長均19.6分 還有12.4個版 還有2.4個Block Shot 真的厲害 接著的話 就來到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其實我們是很需要一個中鋒 但是 看回中鋒這個行列中 總評最高的 已經是38歲的奧利爾 其他球員的話 總評都是一般 當然我會盡力 簽下奧利爾 因為我們現在的中鋒 確實是沒有人 另外 看回整個自由球員市場 Iso Joe 和布莎 是總評最高的球員 Shooting Guard 暫時我們的手法 是艾雲斯 他的總評是正在發展 但是不算高 我們可以簽低 Iso Joe 所以 Iso Joe 和奧利爾 是我在自由球員市場 追求的目標 當然 不是那麼容易 其他球隊都會競爭 好了 接著的話 模擬到了自由球員市場 第18天 看到Iso Joe 是選擇跟我們簽約 現在的話 由於是處於簽約的狀態 所以看不到其他球隊的競爭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Ludy Gay 大家就知道了 我本身打算簽Ludy Gay 做這個試卑的方案 給大家看看競爭是有多激烈 我們的話已經開到頂了 4年6,312萬幾合同 加到球員選項 結果排到第六 所以在2K10簽人 是真的不容易 特別是巨星 而且他會打很長一段時間 你都見到 23天的自由球員市場 他到第18天才可以決定 當然難的話 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如果你在自由球員市場上 想簽誰就簽誰 其實就沒那麼好玩 首先的話 就歡迎Iso Joe來到球隊裡 其次的話 你看到奧尼爾 哎呀真是好慘 暫時我們是排名第一 但是很有機會 會被後面的球隊犯超 簽不簽到奧尼爾 我們繼續模擬 好 最後等到最後一天 這條大鯊魚 終於是游到明尼蘇達了 終於是有機會跟他簽約了 說真的 競爭真的很激烈 就給他一個中產 500萬一年了 真的不少東西 另外這個Joe Kim Noah 就不要了 本身我就是打算做一個 安排的方案 Rudyke的話也不要了 其餘的話 我還簽了這個 廣東名宿Will Bynum 這三個簽約還是不錯的 好了 接著第二個賽季就開始了 看回我們這個陣容 首先不要說拿不拿冠軍 這個絕對是入籠賽的水平 我都說過2K10的評分 就不是這麼高 有4.80加的說真的不頑皮 特別是Johnny Flamer 哇 他的上升速度確實很厲害 艾雲斯也不頑皮 K-LUB的話就真的只有76 沒辦法 這樣的K-LUB 即是你現在的角色還是開始 但是奧尼爾來到的話 你是打過第六人的角色 不是第六人 可能是Role Player 暫時說你是第六人 他的士氣就會降低一點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這個角色 接受到出場時間的話 暫時我就不會加入你出去 如果你接受不到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我們這隊球 打球的球員也不少 Will Bynum和Ludy Fernandez 新賽季劃就變成了Role Player 就被K-LUB和艾雲斯打6-man的角色 兩個人打6-man 就變成7-man 沒所謂的 不用分得這麼小 大家的上場時間應該都差不多 就這樣的這套陣容 其實新賽季劃應該不用做太多交易 接著就大概打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看到K-LUB這邊是不滿意 奧尼爾也不滿意 其實他們兩個是在競爭這個手法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艾茲巴神陣也是手法的 無論是大前鋒也好 中鋒也好 他也是手法的 所以剩下的位置 其實是由這兩個人競爭的 我心想 拆袖了 既然你們兩個都發爛閘 不如我找個手法中鋒 所以這邊我就想要努比斯 努比斯現在還在打同攻 暫時總評是82 加多一個假人是臭數 就這樣的話 藍王這邊是不肯的 不要緊 我可以給你選手權 給你一個今年的選手權 反正我們這個陣容 選手權是完全不值錢的 但是他還是拒絕了我們 再加多一個選手權 可以嗎 是可以的 所以2K-10交易是真的很多偶然性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在哪個時刻他會接受 就這樣換來盧比斯 雖然說代價是大了一點 但是那兩個球員繼續發爛閘的話 都是沒有益的 接著的話都差不多是沒有了交易的截 雖然我說過的 這個錯櫃不需要做太多交易 但是我們大前鋒和中鋒這兩個位置 確實是一個能打的隊伍都沒有 所以這邊我就送出Will Bynum 換來了巴斯 巴斯的樣子確實有點像Dream-1 Green 應該反過來說 Dream-1 Green的樣子有點像巴斯 他是大前鋒的位置 也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現在球隊的戰績的話 36勝17符是分區第一的 這個陣容說真的 是真的挑戰總冠軍的 不是毒奶 是真的挑戰總冠軍的 接著的話第二個賽季就結束了 立邦詹姆斯還是MVP 最佳新手是假人 最佳第六人是肥盾 DPUY還是立邦詹姆斯 最佳陣容方面 就沒有我們的球員是入選 其實也很正常 因為對球很厲害 最後的話 我們好像是52勝 是分區第一 第六回合的對手是喉斯頓火箭 首先看看數據方面 我們的大佬Isojo 這個賽季是20.2分 4個版 6.8個助攻 4乘3的3分命中率 是不錯的 這幾季中 這季就算是可以 這樣Isojo 其實你是有被交易的可能 如果這個賽季出不到成績的話 你是有可能會被交易出去的 因為其實艾雲斯是可以打手法的 而這個手法小前鋒 阿提斯真的老了少少 這個位置是弱了少少 所以我有可能 用你來換一個手法的小前鋒 就這樣 其他的話 年輕人應該都打得不錯 沒問題 Johnny Blame都打得不錯 艾雲斯打個替寶的話 得分就一定會少了些 OK 就這樣 這個賽季 有沒有機會 第六回合 火箭 2-0 3-0 輕鬆 4-0 好 繼續 那 那 馬刺 出事了 那止步第二輪 多了 來了 止步第二輪 沒有了 沒有了 你對著馬刺 你還想贏 你真傻的 你對著馬刺 還想贏 不好意思 下一回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意外而已 不好意思 又贏了 嘩 各位觀眾 3-0 3-0 是對著3-0 來了 來了 3-0 沒有問題 3-0 也很強 沒有問題 1-1 哈 喂 夏洛特3-0 喂 謝拉特華 大隊 加上 David Lee 喂 這隊 沒得吧 喂 喂 不如我第二輪輸給馬刺齒就 這樣來到決賽 輸給3-0 不要緊 我們這個陣容 足夠強大 再挑戰多一個賽季 沒問題 要看3-0 我們的陣容 足夠強大 所以 如果今年輸的話 唉 真的沒話說 來到決賽 這麼辛苦來到決賽 最後竟然是1-4 輸給3 真的毫無還手之力 那種 最後的FMVPM 給了謝拉特華萊士 真的 長均20.2分 8.8個籃板 恭喜他 然後進入休賽期 其實這個賽季休賽期 就沒什麼做的 因為很多球員合同都還沒到期 但是上個賽季我已經說過了 如果出不到成績的話 我可能會送走Isojo 換一個更加好的手法 小前鋒 看到琳瑪這邊就有報價 他突然送出Danny Granger 其實他的總評91 是要高於Isojo Isojo的總評現在是90 士氣加成2點才升到92 那就沒問題了 來到球隊的話 就是Danny Granger 來打過手法 然後艾雲斯提上來打手法 阿提斯打過第六人的位置 好了 第三個賽季就開始了 Danny Granger 就成為了球隊中 總評最高的球員 其實我留意到 上個賽季他的流馬 是長均35.1分 當然 來到我們這隊球 那麼多明星 就沒可能拿到這個數據 但是我還是希望 你可以Carry球隊 就這套這樣的陣容 不用說那麼多 好了 接下來第三個賽季就開始了 立方占士 依然是MVP 最佳身手 是給了一個中國的球員 當然是假人 好像是一個中鋒的位置 你看到他的數據 都是偏防守比較多 11.3個版 以及2.2個Block Shock 最佳導人的話 是這個西信師 DTOY 是導位後會 今年的話 都是沒有我們的球員 入選最佳陣容 都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的戰績 還是很厲害 最後好像是62勝 是分區第一 第二回合的對手 是孟菲斯 杯紅 看看陣容方面 有傢伙就發爛 就是Ludi Fernandez 原因都是很簡單的 出場時間不夠 其實好像都有20分鐘的出場時間 沒錯 只不過是他的總評上升了 所以他就發爛 另外的話 留意一下我們的球隊大佬 Danny Granger這個賽季交出來的數據 五成的Field Goal 四成五的三分Field Goal 加多一個九成二的弗球 嘩 180俱樂部 以前的遊戲 180俱樂部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他這個賽季真的打得很高效 其實都不用說那麼多 來吧 第一回合的對手 孟菲斯 孟菲斯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看回場球 當然不希望第一輪就看 3比2 4比2 OK 繼續 繼續 下一回合的對手是 馬仕 2比0 3比0 3比1 4比1 好 下一回合的對手是 黃蜂 黃蜂嗎 我好像看到 卡蜂又過了黃蜂 為什麼我會說 因為之前我們做 居里的那期視頻 卡蜂又去了黃蜂 我沒有記錯 所以 1比2 2比2 這場球 3比2 最後 4比2 OK 沒問題 來到決賽 對手 是不是立邦詹斯 是不是立邦詹斯 還是伊古奧達 各位觀眾 不是立邦詹斯 是伊古奧達 來吧 定比1 Game2 嘩 這樣的嗎 第二年了 不會每次進來 Final都毫無還手之力 給大家看看 廢城七號人的陣容 現在的廢城七號人 是什麼陣容 就是伊古奧達 大衛西奧華 卡達叔 當然 這個陣容 是卡達叔聯手 隊 兩佬表 當然 聽上去好像明星很多 但是跟我們的陣容比的話 其實差距還是很大 但是沒什麼好說 你上個賽季 連3R都輸得 那輸給這隊快成七號人 都很正常 沒辦法 我們要入場看看這場比賽 都可以看看指數 看看屬性 我們這邊的話 跳 進攻99 防守99 總評98 一隊這樣的球隊 都拿不到冠軍 沒什麼好說 好了 來到現場 第四節開始的時候 暫時我們是落後3分 為什麼會落後呢 這個原因 在我們2K入場比賽的模擬當中 不是太常見的 首先這邊史貝治的錯樽 是什麼原因呢 這場幫我們的教練 是有大量的時間 運用了聯防防守的方式 結果的話 漏洞百出 其實是送了很多分給費城 這邊 阿提斯的上籃都有 然後費城那邊 兩次進攻都沒有得分 我們這邊的進攻 盧比士的打扮是命中 接著費城叫了個Timeout Timeout出來 這個假人潘加 就問老師拿助業 說真的 這個假人潘加都盡了力 怎樣盡了力呢 盡了力幫我們拉開分叉 但是我們的教練 又送回去 現在的話 打到目前 第四節 終於進行聯防 但是這次的防守 還漏了伊古奧達娜 來的 費城七號人的當家球星 伊古奧達娜 這邊我們的進攻 阿伊者巴神 給了底角的盧比士 啊 以前2K10的盧比士 即是以前那個盧比士 他怎麼會射三分啊 即是現在站在三分之外 就不奇怪 說Johnny Frame這個球跳得很高 好 給到這個Danny Granger Danny Granger的三分是不錯的 這邊的話是突破 但是費城這邊的防守不錯 要說的是這個55號的假人中鋒 看看費城這邊 他真的好齊高 高到離譜那種 好 伊古奧達娜 大蝦勢 對著Johnny Frame 轉身之後 分給大衛勢 其實這些鐘頭是拿手好戲 結果不進 但伊古奧達娜又有板 3秒 確實了 這次的進攻太久了 好了 看看這次的進攻 阿伊者巴神 藍底完全空了 各位觀眾 最精彩的比賽 盡在2K 2K幾多都是最精彩的比賽 不要理他這麼多 反過來 人家就有了 空欄都不進 阿伊者巴神 搞什麼 搞什麼 Johnny Frame 好 看到這個Danny Granger出來拿球 對著伊古奧達娜 照著他 很深 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勾手也是比較輕鬆的 一分的分差 又是這個假人的Point Guard 可不可以繼續為我們貢獻力量呢 好 這邊的話 是想要一個Pick 也是借到遠戶 然後分給第一個 Wild Open 卡達叔 不進 嘩 又是這條策 這個假人中鋒 真的很高 你看看他拍盧比士的時候 就知道他多高 真的很恐怖 卡達叔 好 給到大衛西 大衛西這邊 背身單塔 魏謝法神 Fade the Way是命中的 他以前比較厲害的時候 中距離 Fade the Way 都是有一手的 好 Timeout出來 給到艾雲絲 給到Danny Granger 又給到艾雲絲 哇 這個位置很窄 直接就拔了 面攤了幾下都有 七路人這邊叫Timeout 好 Timeout出來 回來 廢城這邊的進攻 這個假人中鋒 是直接拔了 Johnny Flame的腳 Kickball 再來 以前發邊線球 應該沒有現在那麼多 黑的東西 給到這個假人中鋒 好了 看到Egoda 就走位了 最後也是拿到球 背身對著Danny Granger 不是的 都是給到內線的假人中鋒 神經病 太高了 怎麼卡 之前都說過 這些高佬 真的不是打籃球 純粹是掉垃圾 那些拔物線都差不多向下 這邊給到Danny Granger 很果斷 一分的分岔 一分的分岔 好 看看閉城這邊 老實說 有那個假人中鋒 這樣的搶板 怪物 其他隊友都輕鬆很多 卡特蘇這邊 謝爾 然後左手加力 給到大衛勢 這個球 不是那麼容易 比 還要用左手比 又一個Timeout 又一個Timeout出來了 這次Johnny Granger很果斷自己進攻 唉 對著卡特蘇 上不進 是不是怕卡特蘇去淘汰他 喂大哥 現在2K10而已 卡特蘇的犯規經驗 沒那麼高 這邊 選了Point Guard 自己來了 對著Johnny Granger 來到這個位置 唉 最後還是犯規 Johnny Granger 一攻一防 是不是要殺死比賽呢 看看 唉 沒有鏡頭 但是第一個球是進了的 第二個球 都有 唉 現在又不是次世代 5分的分差 那就比較困難了 這邊 Danny Granger 自己突破 抓到N1 這樣就有價格了 如果這個佛球 又不是的話 兩分的分差 話是說 第四節 最後這一段時間 我就是看到Danny Granger 有得分 其他人呢 這邊的話 還沒開始扮規 戰術 還打算全場緊迫 其實就真的漏洞百出 我看見Danny Granger 已經是空了 只不過這個 選人的分差 當然是不給球 可能他想拆數據 又想罰球線 第一發 命中 如果是次世代的話 我相信 現在的分差 可能是1分 或者是2分 因為那些佛球 基本上都是2分 1中 又一個Timeout 好了 Timeout出來了 整個3分 艾雲斯 你做什麼 還在想今晚吃什麼 大佬 最後給到Danny Granger 嘩 還搞什麼 最後這個球射完之後 剩下0.7秒 搞什麼 你想幫費城殺死比賽 費城這邊又奇怪 為什麼你要叫Timeout 你發球出來就沒有了 剛剛又不是說很多人 緊迫你那個發球 對吧 真的好奇怪 所以2K 最後階段的決定 有時候真的看到你很迷 發變線波 又沒有緊迫 你發出來比賽 就結束了 最後比分52比54 我們這隊99進攻 99防守 球隊在總決賽 一場球都贏不到 0比4被橫掃出局 最後也看到 FMVP 給了伊古奧達賴 長均19.6分 6個版和5.8個造工 不用去甘州勇士 他都可以獲獎 而且現在是11-12賽季 即是提早3年 就獲得了FMVP的獎項 恭喜伊古奧達賴 但是我們就真的很慘 做出來這樣的陣容 結果 來到決賽 永遠都是不堪入 但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2K的模擬 OK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